今天讓我介紹一把全新的槍 PTS Legacy KAR-15 N23 PDW的電槍 我現在介紹N23的歷史 其實這把N23是由Dave Mel 在Code AR-15的設計圖裡得到這個靈感 之後再重新設計的 現在說到外觀 首先由美托開始說 美托是由SM177改變出來的 所以它比原裝的SM177比較短 而且尾通的位置可以讓你擺放一塊電池 那塊電池你遇到剛剛好 塞到尾通的尾通就OK了 另外尾通的位置有分開三格 三種不同的長度給你去調校 第一,現在好像我這樣 我身度是最長的 第二,它有中間的 中間就是如下彎 最短的話你如下彎 那變相呢 當你要看回後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剛剛好 尾通的位置和尾托是一條直線是平的 令到你當你擺放槍的時候你會覺得很舒服 也不會有給尾通的感覺 介紹一下槍身 槍身是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Model 607的金屬槍身 所以槍身的上身上面 它是沒有了一個制退器的分順 還有後進聲的位置是在裏面上的 所以令到整個設計可以隨時隨地去手抽 剛剛我都說了 後進聲嘛 所以其實它的手抽位置也有後進聲的設計 方便一些用家去瞄準準能射擊 還有它也有個洞給你安裝不同尺寸的骨片 給你擺到任何的紅點鏡 或者其他不同的鏡 到前面 外管的給你介紹了 是7吋的外管 跟著一個太陽畫 還有一個4吋的手掌 再加一個三角的前進聲 還有跟著一個M16A1的廣幕 買槍會跟著一隻甲的 這個是110彎的彈弓甲 當你裝上去的時候 樣子就會變成這樣 比較小的 好 外觀 甲都介紹完了 那現在我們立刻去試槍 來到試槍區 立刻試一下N23 究竟有多厲害 好 現在試試單法試 連發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記得留意我們的Facebook 以及Youtube頻道 就這樣 Bye Bye